监管中概股 加速他们在美国那边回归回来香港上市 还有他最新推出了Vinney 预计明年第四季 就可以实行新股上市T加2 看图来说 就是看到他一个三顶 类似三顶的格局 但是他这些这么多你好消息的时候 你又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股份 如果你看回港交所 就两三次了 今次第三次了 就去回大台492元左右 就很可能会有个阻力的 那就下方大台440左右 那变成你若目是440-490这50元 都横行了整整四个多月 那我自己这么看 就是确认升得穿492的时候 可以留意多一点 就看回可能若目是 550元那些为止 但是一天升不穿492呢 其实你难保他都可能是 好像4月份 5月份那样一撞到那些位置又回头 那当然你问今次有什么分别的话呢 我会说今天的成交很大 似乎有一些势头在那 那如果是真的升得穿的话 把握性会大一点 那至于以往的 美国去搞一些中概股 去做一些制裁的各样东西 现在中国又似乎也是在做同一样东西 目的都是赶回中概股回流 那其实基本因素是可信的 那最重要的是说 看它升穿492的话 你就有空了 Steven给了492作为一个指标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 看一看 看一看